就有單位 所以剛剛講過的液體的壓力 液體的高度 液體的壓力可以帶有大壓力對不對 然後越高壓力就會怎樣 越大嘛 所以我就有一個76公分拱柱高 看水銀有多 水銀就病毒13.6 可以把水銀壓76公分 那如果你去用HD去算出來就是1033.6 1033.6 平方公分克重 這表示你如果壓水 水的病毒是1 可以壓多高 壓1033.6公分 大約10公尺 所以古時候曾經發生過故事 有一位偉大的貴族 帶了一個非常豪華的花園 一個非常高的噴水池 就會被一個科學家說 你這個噴水池沒有用 為什麼沒有用 因為高度超過10公尺 水根本上不去 水根本上不去 因為它只能站到10公尺 它只能站到10公尺 所以前面上不去就沒有辦法噴出來 OK 所以可以把水壓10公尺高 10公尺高 或者是叫做1013擺帕 擺帕這個單位要到高中才會教 我弟哥會用叫擺帕 聽過就算 聽過就算 不用擺帕 這個擺帕是氣象學用的單位 然後氣象學用的單位 算了就像這個算法 P等AED這樣算算 就是我們壓力的單位 壓力的單位 還有一個單位叫做ATM 就是大氣壓力 就是一大氣的ATM 一個單位叫ATM 一個單位叫做公分擁住 一個單位叫做平方公分克重 就是李化老師用的單位 最後的擺帕是地科 氣象學用的單位 叫擺帕 OK 所以呢 重點 考試考過的重點 壓力是垂直的 所以不管管子有多粗 有多細 一壓 垂直高度都是76公分 如果一大氣壓的話 如果一大氣壓的話 都是76公分 不管 除非你已經斜到 上不了76公分 就到頂了 被頂回來了 否則就是高度76公分 就考過 就是不管管子有多粗 有多細 垂直高度 都是76公分 如果是大氣壓的話 如果壓了是水銀的話 都可以水銀把壓了76公分高 這是我們考試考過 問過的問題 它會有多高 好 那假如 萬一不小心有空氣會怎麼樣 就是那個P0不是0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那P0不是0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9號 那個柱子會比較高還是比較低 如果那個P0不是0的時候 那個一大氣壓下來 它會比76分跟高還比76公分低 還是一樣76公分 那如果P0是1呢 P就是有多少 75嘛 就是有75嘛 就是有75 所以它會比76來得小 這種題目還有很多別的變形 有人會怎樣做 有人問 簡單的問題 問說 這邊是70 外面是76 這裡多少 就簡單齁 還有一種問題 你把這個管子往上拔 請問你 這高度會怎樣 變大變小不變 這還要用到一件事 後面要知道的事情 密閉容器 密閉容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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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氣壓力的變化 還要用到這件事 OK 所以 這是一些考試會有的變化 想法還是很單純 聯通管原理 相聯通的同一體 同個水面上 壓力比相同 就可以了 可以嗎 可以